咱们再往下看这个模块 叫做Breath Control 这个Breath Control是干什么用的 它是帮助你控制你的呼吸的 有些人唱歌或者有时候说话 记住了Nectar不光光是唱歌用的 也可以对于说话节目等等的用 有些人喘气的声音很大 比如说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讲一讲什么什么 那你听起来有时候就会觉得不是很舒服 它是帮你去控制这个的 那我们单独听一下人声 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喘气的部分 这个地方Breath Only 点上以后你就能听到 它侦测出来的喘气的声音 你看刚开始就有一个 这是唱歌的地方 没有 你看这些地方是 当然了这个唱歌的这里面 它本身的呼吸的声音是装饰性 而且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如果你觉得太多了的话 你可以去控制 你可以有Target Level 这个Target Level就是你可以去降低 比如说你降得特别低 你会发现刚才 没了 没有了 或者你可以降低它的增益 你可以把它呼吸的声音增益 完全降低 如果没有这个插件的时候 是这样的 如果开开 所有你看到这个灯亮起来 这下边这个亮起来的时候 都是它在控制 当然了 你不希望控制那么多了 你希望可能控制少一些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刚才呢 等等一下 这个地方就控制下来了 差不多付六个DB 如果没有开的话 它会用 一下 你用了这个呢 可以去减少 但是老实讲 唱歌的时候 很多呼吸的声音是很装饰性的 所以不要把它去得太多 如果实在你觉得某个人说话的声音 或者唱歌声音 呼吸声太大了 你可以用这个去处理 不过呢 这个东西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一点 是它有非常非常高的延迟 它大概有五百多毫秒的延迟 所以这个东西完全不能用在实时的处理 你可以把它用在后期的一些声音的清理上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你的呼吸声太明显了 可以用这个叫Breath Control 来控制它 感谢观看